来来来 今天要说什么 我要抱一抱小可心 来吧 小可心叔叔抱你 你不要乖 你要乖一点 你可笑了笑了笑了 叔叔阿姨看一下你 小银桌子是吧 这是银桌子家宝石 你不得宝石啊 我们小可心是一个小富婆 银桌子家 腿上也有银的 他们这有什么说法吗 祝福这个宝石 宝石健康 因为那时候做五多月的生日宴的时候 今天我们第二次见面 他都已经不哭了 第一次是吧 还愣声 现在已经愣声了 和国内的肠病所有点类似 有一顿的孕育 是的 我发现亲戚朋友多说 抱抱抱 张母阳送的好几个 是吧 那我小银 小银 我跟你讲 下礼拜六 你就来这边吧 我们在教会节目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好 你们几点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好 一个摩托车 突然过去 一样的把我手机抢走了 我都不知道 说一说要注意 拍的时候 就像这个手拿着 然后 现在 我住的位置呢 叫 探面 刚才给江西老表 沟通了一下 他的姐姐吧 的哥哥 应该是大舅哥 是牧师 我来尼泊尔也差不多有十几天了 然后一直没有参加聚会 我们需要 经常行的为我们的心灵洗个澡 我是这么认为的 现在我们就往那走 1.7公里 我们也走个15分钟左右就到了 今天是第一次去 好像他也是第一次参加这边的聚会 往常都是参加 他的农村里面的家庭聚会 他连我听他说 好像人还不少了 他家大舅哥在他自己家的农村举办的聚会的话 大概八九十人吧 今天这个聚会呢 是在加德满都 就相对来说大城市的聚会了 他也是第一次去 1点钟结束 现在还有一个小时 能赶上就赶上 赶不上的话就当认一下门 这样的话下次去的话就知道了 一会就能见到交集老表了 然后顺便呢 我也没有点过 没有拉过那个 拉过票啊 然后喜欢这个境外的风筒人情呢 可以给我点一个关注啊 然后有喜欢看 对 既然都已经看西瓜视频了啊 你们就在右下角帮我点一个双击赞吧 就长按三秒他就出现一个双击赞 这样呢会更容易出现热门 虽然粉丝量还是挺重要的 拜拜 一会就到教堂了 老表给发的这个位置 还是挺偏僻的 我积累拐弯 积累拐弯的 在这边 如果不熟的话 一定跟着导航走 不跟导航走的话 很容易迷路 你看我们在泰米尔住了很久了 昨天我们去老表家 回来的时候 跟着导航走都走错了 这应该是一个家庭式的聚会 到了到了到了 就是这里 我们看到十字架就 真的确定是这里了 那我尽量还是让老表来迎接一下我吧 初次盲目进来 有点不太好 来吧 我的视频里面有你 大家好 我是雪原 我是永小花 这是波波 哈喽哈喽 我亲家的一个朋友 她刚从国来 过来的尼泊尔 这是尼泊尔姐姐 雪芬哥 还有旁边的尼泊姐夫 今天我们出来 我们帮大家参观一下 就是尼泊尔的屠宰场 就是牛肉 牛肉厂 我们看一下 他们牛肉是非常不太便宜的 比国内要便宜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去参观一下 再看一下 如果能买的话 我们是买一些牛肉去吃一下 听说这边牛肉特别便宜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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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臭啊 味道有点辣 好多牛啊 好多乌鸦 小可心 今天的发型好看啊 我说一下这边的基督教会的 他的一个习惯 这是我自己理解的不一定对 他们一般是从早上十点钟开始 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 就是中午一点 这中间是不吃不喝的 可能每个地方的宗教 到达某一个地区呢 可能会有所改变 比方说他们认为 这样空腹的情况之下 来进行祷告 和礼拜的时候呢 是对神最好的一种敬仰 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喜结和净化 这是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啊 反正是这样子 你看今天刚才江西老表中午一点的时候还没有吃饭 十二点钟实在饿的受不了了 就自己偷偷出去吃饭去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尼泊尔加特曼都 回来回家的时候 看到了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里面真的是太窄太窄 一脚就能跨过对面 这就是当地最真实的居住环境 这家可能要拆了之后重新建 桶子房 尼泊尔的狗是真多呀 不过尼泊尔的狗真的很享福 他们这儿的狗大多数都是 是百家饭长大的 平时他也不咬人 谁叫呢他就跟谁走 这边的狗